一文消息首先要告诉您 以夸张逗趣的演出 文明国记的加拿大女高音 纳塔利夏高 再度来到台湾演出 而这一位被称为 搞笑天后的女高音 明天晚上将在国家剧院 登台高歌 她将要演唱多达25首歌剧名曲 再搭配她拿手的变装秀 噱头十足 来自加拿大的女高音 纳塔利夏高 搞怪功夫一流 只见她在演唱会上 一下子把自己打扮成像只花蝴蝶 高唱起莫扎特的夜后 一下子又编装成深闺怨妇 唱起茶花女 唱到一半 还会调戏起旁边的指挥 急性来断斗趣十足的对白 这是我家庭 喜欢不按牌里出牌的纳塔利 被乐坛戏称是疯狂女高音 她不但演出时 奏型百变 还会搭配幽默风趣的动作和对白 让原本沉闷的歌剧演唱 变得异性盎然 大大拉近观众和古典乐的距离 平常人认为这个古典乐是非常艰涩难懂的 她把它活化了 她以最直接最简易的方法来表现 睽違八年后 这位爱搞怪的花枪女高音再度来台 首次和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合作 带来了二十五首曲子 包括威尔蒂的《茶花女》 韦伯音乐剧《艾维塔利》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还要挑战普希尼杜兰朵公主里头 南高音唱的《公主彻夜未眠》 虽然常在演出中耍宝 但纳塔利唱起歌来 论音色论音准从来不识专业 这回和北市交响合作演出 不但票房出其好 而且还是最贵最前面的位子先卖光 显示不少国内乐迷 都想要跟这位疯狂女高音 做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记者 苏瑶马来星 庄志诚 台北报道